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王寿枝 今天我是给大家想讲一讲 我自己和王府井的这个口上这块地的一些感悟 因为会议的安排 我今天就住在这个王府井口上 这个东方新天地里面的君悦酒店 也就是Grand Hyatt这个酒店 那么现在在酒店的房间里面呢 我倒是有很多的联想 因为这块地是在 应该是在1998年或者是99年 这块地是被拿掉 然后把这块地上的建筑呢 基本上就原来就只有一些 这些比较破败的小建筑 这些建筑呢整个就拿掉了 拿掉了以后这块地就平掉 平掉以后是用那个蓝颜色的瓦轮板 把它围了起来 那么当时是出了一件 后来沸沸沸昂的事情 因为这个上面有一个 麦当劳的餐厅 那个麦当劳的餐厅呢也被拆迁 那么麦当劳呢就把官司就告上去了 就是说是 这个我跟你签约签的比方说是十年或者十五年 为什么我现在做了才五年 你就给我拆掉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应该是19 应该是1998年或者1997年 那时候 为什么我 对那个时间我记得这么清楚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那个中央美术学院讲课 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就是说 王府井进来就是我们叫做这个 校尉胡董 我们叫做校尉营 校尉胡董是一条横街 那么正对的这条街他们叫做帅府园 就是王府井的帅府园的校尉营 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所在地 那么拆的这块地呢就是在这个地的外面 这个口上 那么大概就是我现在窗外的 见到的这块地 我现在就坐就坐在这块地的上面 我在十五楼啊 那么 当时我在中央美院的时候 当时跟我在一起 接待我和我聊天呢 就是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范迪安先生 那么范迪安就来跟我说说 那个地方就拆的完全好像不像北京了 那个我就那天跟范迪安还有一个艺术评论家 叫殷霜喜啊 就在这个地方走 这个走呢我们走不进来这块地 那么这个地上面全部都是蓝颜色的瓦龙铁皮 后来我我跟范迪安几个人说 我们进去拍个照吧啊 这样我们就把那个铁皮拉开了一点 那天有很大的风沙啊 北京那个沙刮起来 那个满天都是黄沙 我估计应该是一九九八年啊 大概是那个时候 那么我们就扒开了那个栏杆就跑进来 跑进来就是完全拆成了一片黄土啊 也没有基建 那我们三个人就站在那块空地上照了一个照片 那个感觉很奇怪 因为站在那个地方远远的可以看见 这个天安门城楼啊 但是呢我们站在那旁边所有的建筑全部都拆光了 那个非常奇怪的一种感觉 那么当时拍了那个照片以后没多久 这地方就做出了这一片非常高级的建筑 这个建筑叫东方新天地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一段历史 当然东方新天地 现在是变成北京的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楼下是shopping mall 街口是王府井 那这边隔壁是协和医院 这一连串在 就连起来这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地方 那么但是我们想想 当年我是见证了这地方 从一些小平房破寺和院 到王府井街口的一些杂乱武装的建筑 然后被拆迁 然后有麦当劳又闹官司 然后到现在大概是这么一个历史 我之所以今天在这里想感叹的呢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事情和人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并且我自己也在当中有很多的牵涉 我先讲讲这个所在的那个中央美术学院呢 那一年那几年回来就是96年97年98年 主要是我回来一方面给他们上这个设计方面的课 设计史论方面的课 那么第二方面就是给中央美术学院去策划 那个新的设计分院 当时主要和我联系的是这个筹备的几个人 当年是戴士和先生 还有张宝伟先生 具体谈的是靳赏仪先生 那么还有一些参与意见的 比如说钟涵先生 也和邵大申先生等等 那么就在这个街角上面 就是他们中央美园的那个宿舍 我后来我今天去拍到的那个建筑 那个建筑现在都没有人了 就是窗户上面 就是破破烂烂的没有人了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原来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员的宿舍 当时我在那里去 前少武先生从那里 曾经从爬枪爬出来 杜建先生都在那个里面 后来呢我们还到那个宿舍里面 在中韩老师家里包了几顿饺子 当时在座的有朱乃正 有这个邵大申 有进赏仪等等这些老师 中央美院的五老六老都在里面 主要是通过那个以后中央美院就搬走了 就是在我跑到这个地方来看 那个空地的以后的一两年 中央美院就搬到了花家地 也就是望京的那个中转站 那个中转站后来就搬到2000年 就搬到了中央美术学院 现在在望京那个新的校址 这个整个过程 我不但是见证了 并且参与了很多的事情 因为到班的时候 戴舍河老师已经不负责设计 学院的筹办了 那么戴舍河老师到了油画系 后来又去了造型学院 那么当时的负责筹建的 还是张鲍威老师 再加上谭平老师 谭平老师后来又当了中央美院的副院长 这样的后来中央美院的设计设计学院呢 里面又分出了建筑学院 那就是吕品金当这个院长 这个感叹良多啊 就现在坐在这块土地上面 原来以前有那么多事情发生过 后来我这个后面的那些节目就是给大家 带着大家在街上走一走 就是直直看当年的 我甚至搞错了一个地方 就是协和医院的那个正门的 协对面应该是张开吉先生设计的 中央美术学院的陈列馆 我都看错了一个路口 后来在那个录像里面我把它纠正过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第一个感触 并且在中央美院里面有很多非常愉快的时光 当时早上我就是在那个 校围胡同的街上坐着吃那个山东大妈的那个摊饼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用假期 从美国回来这边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中午我是跟范迪安老师一起到这个 校围胡同的另外一个头和金玉胡同交界的 台湾饭点那个地下的那个自助餐厅去吃小菜 这些都是在历历在目的 那么并且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大院我是从1954年的夏天 暑假我就父母带我进去并且在这里住了一个月 所以这一带充满了我的记忆 所以今天因为开会住在这里呢 事实上我是有诸多的感觉的 而这个所在的新天地的这个建筑呢 是李嘉诚的常识这个做的 那么当时负责的人是周凯全小姐 那么我现在在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当院长 也就是汕头大学 那么他们是我们的领导 等等这些事情就交织在一起了 好的下面请大家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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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